上次說到,盧生慫恿皇帝收長城,為現在天下統一,以前齊老之間的長城,燕趙之間的長城,秦毅之間的長城,全部拆掉它,然後將秦趙燕三國和胡人之間的長城連接起來,西邊從臨陶開始,一直要收到遼東,以後胡人就沒有地方就能進來了。 陛下也可以高枕無憂了,此皇帝聽到是個好辦法,關係到千秋萬代的大事就決定做了。 盧生又說,有了這條萬里長城,陛下的基業就可以千秋萬代了。 不過,我聽說修墓動用了很多人力,大臣就很擔心,最好呢,再停止修墓去收長城先。 等修好長城,再回頭修墓,那主次就沒有天堂,又免除了大臣的憂慮了。 咦,別聽他們胡言亂語,我可以動用三百萬人,長城和墓一起修,沒問題。 但是,盧生見到此皇帝這樣說,真是正中下懷,高高興興地退出去了。 此皇帝於是下令,要蒙恬負責收足長城,蒙恬接到紙之後覺得很棘手。 就認為收長城就不同,收馬路,收路呢,不過是國家門前的事,做起上來很方便,工程又不大,時間亦都不算長。 但是收長城就不同,要去到北方,天寒地凍,人煙稀小,運輸又不方便,困難很大。 但是皇命顏為沒有辦法,就唯有要求先調二十萬人上陣,半年之後再增加三十萬,一年之後再增加到五十萬以上。 那麼經皇帝批准,就傾全國力量,又是大收長城了。 那麼說到收長城,相信各位聽眾朋友,都會聽說過孟姜女這個人,她是誰呢? 她就是范家村范君的未過門深浦,即是我們前邊說過的比趙高,在收務的時候害死的范喜溫的未婚妻。 那麼來龍去脈是這樣的。 因為收路,范家就死了個大兒子范喜旺。 那麼本來,范家就不用再派兒子去參加收務的了。 但是范君說,幾多平民百姓連見都沒見過皇帝的。 而皇帝呢,還來到自己家裡作客。 所以,范是皇帝號召的事,范家都要帶頭。 那麼范喜溫本來呢,就想著跟孟姜女結婚的了。 但是她爸爸是要她去收務先。 說做兩個月之後,再向皇帝請假回來結婚都未遲。 如果誰不肯准假,就去皇帝告她。 結果范喜溫從此就一去不復犯,就被趙高害死了。 收到范喜溫的死信,孟姜女呢,她就是要入范家的門, 說要為死了的范喜溫守寡。 原因呢,就是范喜溫離開家裡的時候,孟姜女曾經發誓, 說生是范家的人,死是范家的鬼。 雖然夫妻未同房,但是她也不想著再嫁人。 范喜王死了,范喜溫又死了。 但是,拉下兩個寡婦,就已經夠令殘了雙腳的范君難過了。 突然之間,又聽到說要收長城, 院裏面發下來的名單裡面, 還有自己的小兒范喜梁的名字。 范喜梁今年是足二十歲, 兩個大哥去做奴役死了之後, 整頭家就由她擔起的。 現在又說有她份去收長城, 這家人怎麼過啊? 但是王命難為,不去又不行。 范喜王的媳婦, 就只是大家嫂了,她真的有本事。 說服了孟姜女嫁給喜良。 那麼大件事,當然要先問過家公。 范君說只要孟姜女肯就行, 不過以後就不要後悔。 於是,這件事就這樣就定了, 時間也十分緊迫。 全村人,除了幾戶有錢的人家之外, 都為她收長城這件事心亂如麻, 擔心到死, 還哪有心情去喝喜良那杯喜酒啊。 喜王的寡婦, 就不斷做幾道菜, 賣了一壺酒, 請村裡的幾個人, 將孟姜女接過門來, 拜了天地, 倒杯茶給老爺和嫂子, 送入洞房。 這對新人那一刻的心情, 真是複雜。 雖然是人生的大喜事, 但一樣愁眉苦臉。 第二天早上, 范喜良告別父親和嫂子, 看著那個雖然貧窮, 但是一樣如花似玉的孟姜女, 喉嚨就好像被東西噎著一樣, 說不出話。 兩個人相對四河眼淚。 最後, 孟姜女咬咬咬牙, 向范喜良揮揮手, 就趕快走入屋, 哭到隔壁屋都聽到。 范喜良帶齊工具, 什麼好行李, 代好嫂子煮熟的幾隻雞蛋就上路了。 嫂子還不停地吩咐, 有空要寫信, 不用掛著家裡, 家裡有我和孟姜女。 我們說說孟姜女, 她死了喜溫就嫁喜良, 誰知一夜新婚就立刻要分離了。 山長水遠, 不知何日是歸期, 她天天盼夜夜想, 盼望有一天長城祝好了。 范喜良就可以回來, 到時就可以比翼齊飛, 溫馨度日。 如果生一男半女, 就更自然開心。 但是人長一歲, 樹老一秋, 望穿秋水都不見回來。 到了第三年的秋天, 孟姜女就更加掛念喜良。 每天開田回來, 做完家務之後, 就一針一線地, 和喜良做了一件面脈。 她怕長城那裡凍, 怕自己心上人凍傷。 做好之後, 就告訴嫂子, 趁龍閒地裡沒什麼做, 要送一件棉衣給喜良。 嫂子一聽, 驚起來, 說這麼遠的水路, 男人都無法回來探家了。 你一個女人怎麼去得這麼遠的地方呢? 就勸她不要去。 但是孟姜女她說, 我無論如何都要去, 她去到了三年了, 怎知何時才能回來呢? 路途遠一點, 辛苦一點。 我肚餓, 可以和別人黑食, 眼睡可以和別人借張床, 別人會肯的。 如果拖下去, 我在家裡就好過。 她在外面受苦受難, 有親人都好像母親人一樣。 我去見到她, 對她說幾聲鼓勵的話, 她的心都會暖很多。 我走了之後, 屋裡的重擔, 就交給你了。 見到喜良之後, 我就會馬上回來, 不會擔誤明年春耕的。 說完, 她又和家公范君告別。 范君當然疼著媳婦叫她不要去, 但是孟姜女就執意要去。 范君見到難她不住, 就叫大家嫂, 在個爛木箱那裏找了些碎銀出來, 含著眼淚交給孟姜女, 千吩咐萬吩咐要她小心。 翌日一早, 孟姜女就出發了。 村裡的人, 早就知道孟姜女說要去長城送棉衣, 個個都好感動。 有親屬去了那些, 就更自然感動到眼淚都流了。 但是又有些人不相信, 認為一個女人, 就不會出那麼遠門的, 不用說什麼, 只是路費, 她家都拿不出。 但是, 到大家看著她真的走了, 就全部在做事都不做, 追上去又說答聲聲氣給她親人, 又說要她保重。 從此之後, 孟姜女就成了范家村裡一個尿不起的人物。 孟姜女揹著那件棉衣, 歷盡艱難險了, 長途拔撕, 朝暮嚴寒, 萬叛淒風。 走一程又一程, 一路上, 她吃的住的, 都是靠唱一段歌來刻回來的。 唱的是, 孟姜女去尋夫, 路遠艱辛, 人難見, 不慈萬里探丈夫。 長逞在那裡, 孟姜女送寒衣, 人人君子施捨罷, 住店吃飯無前姑。 多謝各位大丈夫。 一路經過的遠城和村鎮, 其中有很多人的親屬都去了修長城。 聽到, 有個孟姜女要去長城送寒衣給親人, 都非常同情她, 食住都願意招呼。 孟姜女得到大家的幫助和鼓勵, 就更加增強了信心, 不怕艱難, 邊走邊問。 終於, 就來到長城腳下, 因為一路上力盡艱辛, 受盡折磨。 所以形容潮脆二三藍樓。 但是, 她的心還是熱的, 因為就快見到親人了。 她去到工地, 看見那些人抬石頭, 托青磚, 很辛苦, 很累。 還有些士兵在後面監督, 遲一點而已, 都會被士兵用鞭來打的。 孟姜女見到, 想到自己的喜良一定是這麼慘的。 她忍不住, 眼淚就啪聲碰流。 她凡是見到人就問, 知不知道有個范喜良。 但是, 那些人看著她, 都拎下頭。 最後, 有一群台大石的人過來, 有個四十幾歲的男人問她。 大姐, 在哪裡來的? 在寒丹。 來做什麼? 送綿衣給我男人。 蛤? 那你是怎麼從寒丹來的? 我是一步一步走來的。 唉, 這麼山長, 水軟, 送件綿衣, 都算多情了。 怎麼樣? 我家裡是不是很有錢? 不是啊, 我一直是黑食來的。 大家聽完, 人人的心都好像被針刺了一下那樣。 男子看得忍不住流出眼淚。 這陣子, 有個穿著皮衣的人, 騎著馬過來。 見到孟姜女問名情況之後, 她就說, 你來遲了, 寒丹人, 去年就已經遷了去遼東那裏做。 這裏這些, 都是大樑人來的。 蛤? 那遼東, 來這裏有多遠啊? 嘩, 還遠過去寒丹啊? 我看你還是不要去啦, 現在都入東了, 只會凍死你在路上而已。 我都已經來到這裏了, 怎樣都要去的。 看見那些大哥大叔穿得那麼少, 我怎麼會不深赤自己的親人呢? 那個穿皮衣的人, 看見孟姜女這樣說, 可能是因為感動, 就在身上脫了皮衣下來, 交給孟姜女, 她說, 如果你怎麼都要去, 我就送了這件皮衣給你, 不用你在路上凍死啊。 孟姜女看著就不敢接, 她說, 那, 那我心靈了, 你給了這件皮衣我, 那你自己就要捱凍咯。 那個人就說, 修長城, 有幾十萬人, 我都未見過有家人來探的, 更加未見過一個婦女送棉衣來給親人, 我都是趙國人, 你為我們趙國人做了個榜樣, 我祝你找到你的男人啊。 她無論如何都要送件皮衣給孟姜女, 那那些大娘人見到就很感動, 有些人找到身上, 才只有幾個仙, 就抹出來給孟姜女, 她說, 我見到你, 就等於見到我的親人啊, 你拿去買碗飯吃吧。 有個解了一袋乾糧下來說, 阿嫂, 我沒有多餘的東西給你了, 這袋乾糧, 你拿著在路上頂肚吧。 四十幾歲的那個男人呢, 就在腰裡戒了個葫蘆下來說, 大姐, 我去我家, 就帶了那些葫蘆走來, 剩下的也不多了。 你要去遼東, 萬一前不到村, 後不見鋪的時候, 就喝一口來驅寒吧。 我祝你找到凡兄弟啊。 孟姜女就不肯接, 但是大家呢, 已經把東西放了落地, 走開了。 孟姜女看著她們的背影, 個個都這麼好心, 這麼支持鼓勵她。 唉, 她都不知道說什麼好, 眼淚就把聲流下來。 到大樹昏飛的時候, 孟姜女真的去到遼東, 找到了范喜梁的工地了。 那裡的雪, 已經激到好深好深, 風呢, 又刮到符符聲。 孟姜女人又餓, 又沒有了力, 但是她不理那麼多, 就是憑著要見親人這伙心, 一步一步, 就爬上了長城工地。 上到去, 她就見到隔離鄰居范楊, 她呢, 就帶范喜梁一輩的, 差不多三十歲了。 孟姜女就叫了聲阿蘇, 那樣。 范楊就轉頭看著, 見到她二三藍樓, 認不出她是誰。 孟姜女就馬上自我介紹, 她說, 我是你侄抱呀, 我是你侄抱呀, 孟姜女呢。 范楊這樣才認出來, 然後眼淚汪汪地問起自己家裡的情況, 孟姜女就簡單地跟她說了一下, 然後就問喜梁在哪裏。 怎知范楊很心痛地告訴她, 范喜梁已經死了。 一條村出來的二十七個人, 現在就剩下三個。 現在, 看來, 剩下的三個, 都熬不到回去了。 孟姜女聽了之後, 眼前一刻, 啪啪聲, 就跌倒在雪地暈倒了。 范楊急呀, 孟姜見孟姜就熬醒她。 孟姜女醒了之後, 左一聲呼嘩, 右一聲喜梁, 猛的叫猛的哭, 哭到震天動地, 哭到肝腸寸斷。 冰天雪地, 雀鳥都沒有隻飛蛤的大山大嶺之中, 就只是聽到這個悲慘女人的哭聲。 就這樣, 孟姜女就足足哭了三日三夜, 哭到血淚都結成冰。 第四日, 哭聲停止了, 人也都不見了。 隔了很久, 海邊才傳出一個消息, 說孟姜女頭東海死了, 就留下了孟姜女哭長城的悲慘故事。 好了, 我們回來講講王宮, 修長城, 修離山墓, 工程浩大, 幾乎就耗盡了國父的開支, 新任丞相馮劫和李斯, 在財政面前, 可以說是困難重重, 焦頭爛額。 兩個人知錯了, 後悔好救回趙高, 也後悔好被趙高官復原職, 搞到現在騎虎難下。 其實, 罪魁禍首他們都未看到, 就是那兩個, 在幕後操縱的盧生和盧生。 有一日, 盧生約齒皇帝去看長城, 去到九元一帶, 盧生見到長城的大部分工程都收好了, 就覺得齒皇帝手下確實很多人才, 這麼大的工程, 居然都難倒他。 走到高處, 見到河水西北, 還有湖人在放牧, 盧生又是繼上心頭了, 他說, 陛下滅湖, 看來都還未曾徹底, 不可以讓他們以為長城之外, 就是他們的地界。 凡是有水草的地方, 都應該搶過來才是。 對呀, 此皇帝額額額額額額, 回到上郡, 就真的叫蒙田去趕走河西北面的湖人。 蒙田就說, 長城都未曾收好, 去趕他們就會影響工程的進度。 盧生又插嘴了, 他說, 將軍, 你們在那裡收繩, 湖人在外面放牧, 就以為那些地方是他們的了, 以後就更自然講不清了, 現在趕湖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此皇帝也說, 就是嘛, 收長城, 早幾天遲的人無所謂的。 我不想見那些湖人在外面悠閒地放牧, 唉, 你快點去吧。 蒙田沒辦法, 唯有帶著一支精銳的騎兵, 渡河北上, 就將所有水草的地方全部佔領了, 再上呢, 就是一望無際的沙漠了。 那蒙田才停下, 吩咐, 收足一些亭帳, 留下一些人在那裡守住, 就回回頭了。 奴生見到蒙田這麼快就回頭, 覺得他真是好本事, 無論行軍打仗, 收足長城馬路, 什麼事都難倒他的。 原先, 就以為他去追胡人, 起碼都追得一年半載才回來, 誰知道不到兩個月, 就追到那些胡人連影都不見, 還派了人留守在沙漠邊緣, 做事又做得乾淨利落, 他心想, 嗯, 難怪秦皇可以滅六國, 原來有蒙田這麼聰明的人幫他。 奴生見一計美成, 他又出一計, 他對此皇帝說, 陛下, 好像蒙田那樣的人才, 是天賜給陛下的。 馬路他收到平平整整, 走在上面, 令到你找不到一點都不妥的地方。 我看他, 就好像半個神仙那樣, 不到四年而已, 萬里長城, 都幾乎被他收好了, 真是奇蹟, 奇蹟啊。 此皇帝見到人家讚他的臣子好, 當然就很高興了, 他說, 是啊, 我打天下, 就全靠王展父子, 我治天下, 就全靠蒙池兄弟的了。 蒙田, 他不單止行軍打仗在行, 修路足城, 滑溝開河, 漾漾都很在行的。 他弟弟蒙藝, 明察秋毫, 我什麼事都離不開他的。 是啊, 那陛下, 就要趁蒙田連呼力強, 插緊用他了。 還有一條路要收的, 就是從九元到雲陽這條路, 現在就很難很難走的。 萬一北方有事, 出兵就很難的了。 這條路, 也只有蒙田, 他才有本事收, 陛下, 交給他就沒錯了。 各位, 盧生又是慫恿此皇帝去收路了。 那究竟此皇帝有沒有答應呢? 就下回分解了。 大家在說幾年, 就下回答吧! 從六十五年代, 那是六十五年來, 這個方便是 wholly好玩的, 感谢观看